比你平时穿龙袍有意思多了 你看看 龙小弟 我刚刚给你两颗变身丸 还没有给我钱呢 我现在哪有钱给你啊 行吧 那我就先记在账上 看在你是我兄弟的份上 利息看着给吧 你 这祸大劫 你别求鬼那尖山还要尖 换妹 别闹了 你到了山西商会了 求鬼见过我们 千万别让他识破我们的身份 嗯 你们先进去 我在外面守着 知道了 爷爷你慢点走啊 别摔着啊 走吧 孙儿 走吧 如今山溪着大旱了 你一架飞着 求某有一事不明 爱老板为何要千里迫远 从京城来到咱们太原 不瞒卫灵 不瞒求会长 其实是这样的 我爷爷的身子骨啊 一向康健 可是开春以后呢 突然得了一场重病 求变天下名义都没有效果 这前不久 我爷爷做了一场梦 他梦里啊 梦到观世音菩萨 他说我爷爷年轻的时候 做了一件错事 所以才会有这场劫难 我爷爷 必须亲自做一件善事 才能够化解这场劫难 那这么说的话 来了吧 你买粮是为了行善哦 没错 我爷爷想买一千弹粮食 分给灾民 我已经查探明白了 求贵和整个山西粮商手里 大约囤占二十多万弹粮食 朝廷调拨的三十万弹振栽粮 真正分到灾民手里的 不到三分之一 剩下的三分之二 都被他们官商勾结 给私吞了 所以这二十多万弹粮食 也得等索大人调兵回来 把刘德昭抓住以后 再发给灾民 目前我们就先结一部分 发给灾民 让他们支撑到索大人回来 以后就行了 眼下城中有一万灾民 离索沃图调兵回来之日 还有十日左右 若每日每人 按一升粮食算的话 十日便是一斗 一万灾民就是一万斗 折合下来 便是一千弹粮 一千弹 相当于十二万五千斤 我跟易欢 再加上随行的侍卫 无论如何也没办法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把这么多的粮食 从求贵的庄园里 偷运出来 所以就只剩下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对那这种勾当 你们兄妹俩 肯定比我这个 当皇帝的有经验多了 龙小弟 你这句话里有骨头 话里有话哦 咱们先说好了 之前的事呢 也要既往不救 这次的事 是我们奉旨行事 你不许秋后算账 我自然是开玩笑的 我尽口欲言 说过的话岂会反悔 什么办法 快说 既然不能偷 也没有办法从外地运过来 那么就只剩下一个法子 马爷 嗨老板 您有这份善心 那是大喜事啊 秋某和兄弟们 也都敬佩得很 对吧 是啊 只是 您祖孙二位可知 现在山西梁家的行情吗 梅斗米两千钱 一旦米呢 二十两银子 所以 这一千旦米 就是两万两银子 我说对了吗 如今太原的梁价 被哄抬到了每斗两千千 折合成银子就是二两 十斗为一旦 那么每一旦粮食 就需要银子二十两 一千旦粮食 就需要银子两万两 我们从宫里带出来的 还有多少银子 刚开始的时候是挺多的 不过一路上被你 东送一下 细绢一下的 现在也剩得不多了 那我的那些随身之物呢 全都当了 总能指两万两万 我的龙小弟 我们是微服私房 怕露出破绽 一切贵重的东西 都没怎么带 只有我跟丽萍娘娘 带了一些贵重的 金银首饰 但是刨厨一眼就能看出 是宫里的金银首饰以外 其他的能典当的 也只有两千两 那 你的意思是 我们还差一万八千两啊 一万八千两哪够啊 灾妹们不能吃生米吧 柴米油盐可都需要钱 就算一个人发一两的话 那还少一万两左右 那也就是说 我们还差两万八千两啊 对 两万八千两 朝廷调拨的五十万两振灾银 真正分到灾民手里的 不足二十万两 剩下的 都被刘德昭和地方官员 给私吞了 光刘德昭一个人 就侵吞了十万两 其中有五万两 在求贵的庄园里面 我明白你什么意思啊 你的意思是 我们只结银 不结粮 然后用结下来的银子 去买粮水 对吧 艾老板 求某还要问一句 你真愿意花两万两银子 给那些灾民吗 没错 只要能治好我爷爷的病 再多的钱 我都愿意出 嗯 好 艾老板 真是财大气粗啊 不过如今是非常时期 咱们商会做买卖有个规矩 只收现银 您看看 宋氏啊 这裘老板 是不相信咱们艾家的实力 把咱们带的现银 拿上来给他敲敲 是爷爷 请各位稍等一下 抬进来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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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裏是两千定银 明天早上 在这个地方 一手交钱一手交粮 如何呀 好 艾老板 性情中人 快人快语啊 那咱们可就一言为定了 鸡掌为凭 来 这艾老板为人真是爽快 是啊 来人 送艾老板 是 就喜欢跟这样的人做生意啊 对对对 没错 龙小弟 你知道吗 为了凑够那两千两定金 我跟丽萍娘娘 把自己所有值钱的银鱼手势 全都给当了 还有我的一个金镯子呢 放心吧 等锁头回来以后 你当的那些手势 全部完毕归照 少了一件 以为我是问 光完毕归照可不行 我得加上绿细呢 行行行 反正我这个竹杠最好敲 当然了 你就是个大竹杠 棒棒棒 方妹 别闹了 让主子 先回房间休息吧 咱们还得去和世卫兄弟们 商量一下 今晚的行动计划 昨晚已经打草惊蛇了 球柜一定加强了 对庄园的守卫 我们需要做好万全之策 不用了 我不累 我跟你们一起 好好谋划谋划 今天晚上啊 这个行动 我一起参与 陆小弟 你之前不是开玩笑啊 你真的要跟我们一起 打劫官府啊 你可是皇上啊 我看起来很像 开玩笑的样子吗 嗯 皇上 这样太危险了 危险 我自幼父母双亡 八岁登基 哪一天不是在危险之中度过的 就像上次去拿奥拜远 那不也是在冒险吗 其实我跟你们一样 也渴望冒险 渴望刺激 只不过身在进宫 不得自由罢了 再说了 这一回 可能是我这辈子 唯一一次当侠盗的机会 我可不能就这么错过 这是球柜庄园的前门 这是后门 中间的花园 还有一道暗门 这是粮仓 这里是银库 陆小弟 给你准备的夜行衣 换什么 好啊 我终于也有机会 当一回侠盗了 你的服 给我更衣 主子 万万使不得呀 以您的身份 怎么能跟着他们 去打劫官府呢 万一出了什么差错 奴才 奴才万死难受其罪呀 你啰嗦什么呀 我五岁就开始起舞了 一直都英雄无用武之力 今天晚上 我正好试试我的本事 公公放心吧 有我兄妹在 一定会保证主子的安全 如果真的出了什么意外的话 大不了 我们放弃此次行动 绝对不会 置主子于险境的 李太医 你这话说得轻松 那仇贵庄园内机关重重 你凭什么保证主子万无一失 再说了 要是给太皇太后知道了 你们居然怂恿皇上打接官府 而我又未能劝阻 那咱们 咱们所有人都要人头落地 行行行 我不去了 你先起来吧 谢主子体恤 得罪了李公公 你这个老东西 老在我耳边锅躁 我也不是小孩了 这烦人 李公公 暂且在这里好好休息吧 我们速去速回 小姐 老奴给你炖了一碗燕窝 我现在不想吃 我有些不舒服要歇息了 小姐 您哪里不舒服 要不要老奴 帮您找一个郎中给您看看 不必了 我就是身子有些乏 睡一觉就好了 那小姐 您先歇着吧 老奴明儿一早再来看你 老奴先行告退了 你下去吧 走 走了 这奶娘真够烦人的 如今在这世上 奶娘是婉妹唯一的亲人了 还望前辈多担待 孟大哥 真是宅兴仁厚 怪不得你虽是刘德昭的护卫 婉姓妹妹 仍然对你亲心 我家本住在城外南湖边上 婉妹从小就喜欢女扮男装 背着她爹溜到南湖边来溪水 我俩也算轻微竹马 直到她被选为绣女 前来跟我告别 我才知道 原来她是舒大人的女儿 原来是这样 孟大哥打听到婉姓妹妹的下落了吗 打听到了 她现在被软禁在秋柜的负债里 这因我受了内伤再加上秋柜 又加强了守卫 我怕打草惊蛇 所以没有贸然行动 都怪我那眼下手太重 不过你放心 我等都是有心意之人 我们一定会帮你救助舒小姐 让你们远走高飞 多谢前辈 不打不相识 前辈 不必挂怀 如今秋柜一心只想着 把婉妹献给刘德昭 而刘德昭眼下 一门心思要对付钦差大人 所以 婉妹暂时是安全的 我先帮着你们 把求贵私藏的官员给结了 先救了那些灾民再说 好 这次我们能否顺利地结走 求贵私藏的官员 就全扣你了 在下一定全力配合 其实这些年保护刘德昭 我内心也十分矛盾 如果真能为在民做些什么 也算稍稍数点罪吧 陆小弟 你穿上这身衣服太逗了 比你平时穿龙袍有意思多了 你看看 是吧 我也觉得挺新鲜的 得亏索大人不在 要是他在的话 非得被吓得屁滚尿流的 肯定不让咱们去冒险 那个金蚕背心穿了吗 没有 你为什么不穿啊 你要是不穿的话 我不带你去啊 我骗你的 老大吩咐小弟的话 小弟怎么能不听呢 不信你摸摸 真的穿了啊 别摸那儿牙 还真穿了 好吧 那我们带你去 你知道吗 这次你亲自出马 可是我们比平时 紧张了十倍还不止呢 我也是从小练武到大的 虽然武功呢 没有你哥哥好 但跟你比起来 差不多 吹牛 主子 臣得再提醒一遍 这抢劫观影可不是儿戏 臣会尽量保护主子的安全 但是如果真的 发生什么意外的话 主子切不可恋战 必须在臣的掩护之下 尽快撤离 你放心吧 我虽然喜欢冒险 但也不想当一个 被当盗贼拿住 再被砍掉脑袋的 乌狼废皇帝 这样吧 到了那儿 全听你的吩咐 好 为确保万无一失 还请主子 把仇贵庄园的 机关设计图 和地形图 再熟悉一点 好 出发吧 这个龙小弟 平时挺老成的 今天这么任性 难道是受了我的影响 你 等一等 解药不是已经给你了吗 还有什么事 看在你替我保守秘密 还给我解药的份上 有件事情 我应该提醒你跟一桓 什么事 一桓之前打了皇上一巴掌 最近因为皇上林雨生了病 这件事情太皇太后 马上就知道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这不是你告的秘密 当时你不知道 我们之间的关系 所以就在太皇太后面前 借机讨好你 我不怪你 不是我 你手里有我的把柄 我怎么还能在你的背后 去使坏呢 就连皇上也认为是我 对我十分不满 我又不能解释 解释也没有用啊 那你觉得会是谁呢 我虽然没有十足的把握 但是我觉得十有八九 会是索额图 索额图 他平时对我们还算不错 那只是表象 在这紫禁城中 表面的好 那也许就是一把 杀人不见血的刀 这索额图 他是顾名大臣索尼的儿子 以前有敖拜压着他 所以他只能夹着尾巴做人 你们替他搬到了敖拜 他才在皇上面前 替你们说几句好话 可是索额图这个人 为人最是深沉 况且 他是当今皇后的亲叔叔 而皇上又如此宠幸一欢 他能真心对你们好吗 多谢叔父提醒 你先别急着谢我 我在这紫禁城中 三十年臣服不易啊 我真的不想跟你们 掺和到一块儿 你回去传告你爹 咱们从此以后 老死不相往来 各自珍重吧 叔父放心 你的话我一定带到 以后在宫里 我跟易欢 你会尽量少打扰你 就这样吧 起来吧 谢太皇太后 谢太皇太后 阿夏让你打探的事情怎么样 回太皇太后 奴才一直在暗中盯着这兄妹二人 暂时还没有发现什么蛛丝马迹 是这样 其实皇上很看重这兄妹二人 真是不寻常啊 从现在开始继续为哀家看住他们 只要有点风吹草动 蛛丝马迹 一定要回禀给哀家 哲 瞧见了吧 这傲拜的手下 可以凭借傲拜发的令牌 自由地进出傲拜府 所有的事情 都直接向傲拜汇报 而根据他和皇上的约定 只要这傲拜不出府邸一步 他就可以自由地处理这些事情 而我们 只能在傲拜府的门口 排查进出人员的领牌 既不能加以阻拦 也不能接下他们的面具 看清楚他们真实的长相 更不可以跟踪啊 皇上是天子 惊口欲言 可索大人就不能 将在外 君命有所不受吗 便悄悄安排人去跟踪一下 又有何妨呢 说来真是惭愧啊 我也曾经悄悄派人跟踪过 可是敖拜这些手下 各个都是江湖经验丰富的老手 又懂得擅长一荣一身之术 我的那些侍卫 都是些八戚贵族的子弟 虽然有几个身手不凡的 可是总是江湖经验前去 所以每次都是跟丢了 不是已经走了吗 你又突然回来干嘛呀 我求你了 你跟你爹就放过我吧 我这辈子不容易 让我过几天安生日子成吗 叔父 我不会强迫你投靠 我们反清复明的联盟 我只是想求你 协助我们尽快除掉敖拜 敖拜一天不死 不仅对我们联盟 对你来说 也是一个极大的威胁 可是敖拜跟皇上 已经商量好了 皇上只是囚禁他 他是不可能杀敖拜的 我要是有本事把敖拜除了 我至于受他的胁迫 去危害皇上吗 康熙恨透了敖拜 他之所以不能杀他 无非是因为他身上 还有筹码 可是如果我们除掉这个筹码 你觉得康熙 还会留着他的性命吗 那你说吧 你们想要我做什么 叔父跟老敖拜这么多年 他在三分王 和我们联盟当中 安插的密探 叔父可知晓一二 敖拜这个人哪 心思缜密 像这么机密的事情 他是不会泄露给我的 他安排在每条线上的密探 都只跟他单线联系 而密探与密探之间 也都不认识 敖拜手上掌握了这么多密探 每条线上的密探 跟他联络之时 可要什么规律 如果有紧急情况 需要联络的话 他跟密探之间 有一套联络方法 如果没有什么紧急的情况 就只是每个月的固定时 向他例行做一次汇报 每个月的初一 十一 二十一 他就找我 向他汇报宫中的情况 每个月的初二 十二 二十二 他就 找集安插在平溪王府的密探 向他做汇报 每逢初三之日 他就会 找京城监视文武百官的密探 前来汇报 那他何时召见 负责反清联盟 这条线上的密探 那就每月初五 十五 二十五 这三个逢五之日 明天就是初五 所大人 我看不如这样吧 今夜 我乔装成江湖中人 想办法潜入敖拜的书房 偷走他跟手下密探的来往密信 再悄悄跟踪这些密探 看看能否有所发现 好啊 早知道李太医除了医术高明 身手也是不凡的 不在敖拜之下 如果李太医肯触手相助 那真的是太好了 到时候 还需要所大人多多配合 让你那些手下 不要干扰我们的行动 这没问题啊 包在我所恶徒身上 好 那三 一 传统 人 交到敖拜 朱可可 你说今天来向我拜汇报的人 会不会是我们明珠谷的人 很有可能 返卿联盟下有十几个组织 明珠谷是规模最大 威信最高的一个 更何况 通侠的秘密 就是从明珠谷泄露的 如果是明珠谷的人 会不会是我们认识的人 你觉得会是谁呢 谷中的兄弟 都是我们相处了 十几年的亲朋好友 我不敢乱猜 朱哥哥 我好紧张哦 小声一点 此人脚步轻微 武功很高 不能让他发现了 朱哥哥 您说这个人 把自己装扮成这样 连身材都不敢暴露 可见他比其他人更加谨慎 更怕别人认住他来 我心里有种预感 这个人是我们认识的人 而且 跟我们非常地熟悉 先不要乱猜 此人既然是咱们自己人 应该已经知道 我们已经知道了他的存在 但他还敢冒人前来 一定是有什么重要的情报 要交给欧白 等会儿他出来的时候 你悄悄跟踪他 弄清楚他的身份 我再想办法去暗杀欧白 绝对不能让他 把这个情报交给康熙 出来了 环妹 此人武功在你之上 你千万不要跟他发生正面冲突 如果被发现了 马上放弃任务逃走 保住自己的性命要紧 行 我知道了 朱哥哥 你还不知道我吗 从小我挡就小 我肯定不会跟他正面发生冲突的 倒是你 欧白的武功很高的 你可千万注意自己别受伤了 你放心吧 我不会让自己有事的 不会把你一个人 留在这世上 行动吧 小心 嗯 别跑 别跑 哎 人呢 糟了 我又把人给跟丢了 朱哥哥又得看笑话了 你到底是谁 你怎么买到你 练习 后来 回来 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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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真的 丢了 想不到傲拜如此谨慎 他与手下往来的性情 全部都是用秘语写成 其他人就算是拿到了 你看不懂 大人 内院好像有动静 没听所大人吩咐吗 今夜不管发生什么动静 都不许吱声 知道吗 知道 这边走 幸亏老夫早有防范 要不然真的就中了你的暗算 看我的立家独门飞镖 可以啊居然拳都接住了 你这发暗器的功夫太差了 哪学的功夫 简直丢你师父的脸 我刚刚逗你玩的 现在才是真格的 看招 李建卿 原来是你 李建卿 没想到年纪轻轻 功夫还真是不错 傲白 你好称大清第一高手 却不知我中原武林高手如云 武功在你之上者 多如牛毛 今夜 康熙派我来杀你 束手就擒吧 李建卿 你就不必再费心挑拨 老夫和皇上的君臣关系了 你今晚来行刺老夫 不可能是出自康熙之意 你就那么相信 康熙不会出尔反尔 他有多恨你 你应该比我清楚 康熙小儿恨老夫入骨 一心想让老夫死 但是以康熙的称服 他更加清楚 眼下还不是杀老夫的时机 你对朝廷的价值 无非只剩下 你所掌控的情报王 康熙将你革职软禁 天下皆知 你的那些手下 早就惶惶不可终日了 他们暂时 还肯效忠于你 一来 不过是受了你大补安的控制 你的余威还在 但实话告诉你 大补安的解药 我已经解出来了 什么 你现在可以解大补安的毒了 若非如此 我跟易欢 怎敢公然跟你翻脸 想不到啊 你年纪轻轻 不但武功高强 这医术之高明 也是老夫平生之谨鉴 可真是了不得呀 这第二 是你的那些手下 跟朝廷还没有建立起联系的渠道 但是以康熙的智慧 相信用不了多久 他就会让你那些手下 主动去投靠朝廷 到时候 他们直接建立起了联系 你以为康熙 还会留着你这条老狗吗 你 抓不住我的 快回去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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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害好害 你再饶我一次吧 我这次真的不敢了 我真的不敢了 真的 眼下局势混乱 处处都是陷阱杀鸡 你个小丫头 还是少称呼的好 快回去吧 哼 李建卿 你和李一欢兄妹二人 都是来自明珠谷的 潜明余孽 你们二人的存在 就是我大清的一大威胁 敖拜 你最好想清楚三件事情 第一 眼下我们兄妹直接威胁的 是康熙 不是你敖拜 第二 康熙信任的是我们兄妹 不是你敖拜 第三 康熙最恨最想杀的 不是我们兄妹 还是敖拜你 你今晚见的 那个穿黑色斗篷的人 就是你安插在 明珠谷的间隙吧 至又如何 虽然你的功夫不错 但若想杀了老夫 恐怕没这么容易吧 若是老夫 把这些机密 上交给康熙 那你们兄妹二人的死期 可就到了 你真要把这些机密 告诉康熙 你说她是会相信你呢 还是以为 你又在挟私报复 就算康熙相信了你 把我们兄妹都给杀了 若是没有了我们这些 所谓的潜民余孽 你觉得康熙 还会留着你这眼中钉吗 小狗子 那咱们不妨 那咱们不妨 就来做个交易吧 以后你就不要再算计老夫了 老夫在商报给康熙的时候 也绝不会揭穿你们兄妹二人 如何呀 好 我答应你 来 环妹 朱哥哥 环妹 你没事吧 没事 只不过 人被我给跟丢了 人没事就好 我这边也失手了 估计那个内奸 早就算着我们会去行刺 敖拜 提前把我们特制的迷药解药 给了敖拜 敖拜早有防备 我没能杀得了的 你没事吧 没受伤吧 你这么关心我 就算受伤也值了 你放心吧 我跟敖拜不相上下 他杀不了我 我也杀不了他 朱哥哥 我跟那个人交手了 我觉得 他武功的路子 跟我们明珠谷很像 你怎么跟他交手了 我不是让你远远跟着 不要动手的吗 跟踪人不是没经验吗 我去跟踪他 被他发现了 不过好奇怪啊 他明明好几次 都可以杀了我的 可他最后都手下留情 虽然 他用黑色斗篷 把自己的身形 全部罩住了 我看不清他的身形 是什么样的 但是 从他武功身法 和揭发暗器的路数 我感觉 他就是我们明珠谷的人 看来 这个人认识你 所以 才会对你手下留情 有没有听到他说话的声音 他是用假声跟我说话的 但是 他用假声的方法 跟咱们平时学的变声技法 是一路的 我敢断定 这个人不仅是我们明珠谷的人 还是我们非常熟知的人 这个人 究竟会是谁 这就是 敖拜的手下 传来的 密信 是 这密信上的内容啊 全部都是用暗语写成 孙儿无法认得 虽然敖拜也上了折子 解说了密信里的内容 但是 孙儿也不知道他所说的话 是否属实 不知道是不是从中 做了什么手脚 嗯 孙儿想 皇祖母见多识广 也许能认识 所以啊 就特地拿过来给您看看 哀家又不是神仙 哀家也得好好地琢磨琢磨 皇祖母 虽说 这敖拜多年来肆意妄为 但是啊 一直对皇祖母敬畏三分 他呀 一直嚷嚷着要见皇祖母呢 敖拜的性子 哀家是清楚的 他要这个时候来见哀家 那不仅是不交出情报 还一定会搬出 曾经怎样救过太宗皇帝的命啊 曾经产出多滚 那些陈年旧事啊 倒让哀家为难 不如冷他个半年 让他自己好好的反省反省 待半年以后 敖拜的锐气磨得差不多了 认清现实了 那个时候 哀家会亲自去见他 让他自觉地交出他手上 所有的情报 才可奏效 好 黄祖母说得有理 黄祖母 虽然还有政务要处理 就先先告退了 好 那你就去吧 这李氏兄妹可有什么异常 回太皇太后 这李氏兄妹一直敬忠职守 没有什么异常 不知为什么 哀家对他们二人 真是有些不放心的 你要继续替哀家 看住他们二人 不可掉以轻心 奴才明白 这是什么人这么大胆子 竟敢行刺中堂大人 中堂大人放心 我把这帮守卫狠狠地骂了一顿 罚他们半年俸禄 真是气死我了 中堂大人放心 从今天晚上开始 守卫您的侍卫 我会让他们增加一倍的人 有劳所大人 费心了 应该的 回去禀告皇上 罪臣这点伤 一时半会儿死不了 那就太好了 中堂大人 这皇上 一直都记挂着您 既然中堂大人身子无碍了 我想皇上也可以放心了 对了 现在这太医院里面 医术最高的 就是李太医了 要不要请他来 也给您老人家 瞧瞧身子 这要多谢索大人的好意了 老夫这点狡伤 哪儿好去惊动李太医呢 那好 既然中堂大人身子无碍了 那我就回禀皇上 索图告退 是 左大人请留步 你们带着蔡太医前去开放 其他人都先退下吧 是 告退 好 既然这个奸细是明珠谷的人 那他昨晚一定向傲拜 泄露了很多精密 包括咱们的身份 幸亏我跟傲拜 暂时达成了协议 他今天 上交给康熙的情报当中 除了吴三桂和耿京中等 三藩王的信息 还有朝中一些大臣们的信息 没有我们反清联盟的 那吴三桂那边有什么动情啊 不知道 熬拜这个老狐狸 他和手下密探们的往来信件 全部都用暗语写成 我根本就看不明白 他呈给康熙的密哲 也是通过索图的手 传递过去的 我也没有办法看到 到手的铜侠不翼而飞了 李公公的嫌疑已经排除掉了 那还能有谁 把这个铜侠给调换了呢 朱哥哥 我一想到我们身边危机四伏 我就觉得肾得慌 朱哥哥 我一想到我们身边危机四伏 我就觉得肾得慌 你别担心 有我在 不会让你有事的 如果真出了什么意外的话 我就算拼了性命 也会保护你的周全 朱哥哥 我不要一个人安全 我要大家都安全 我现在有点后悔了 早知道在明珠谷的时候 我天天跟你们好好用功了 也不至于现在拖你们的后腿 现在知道后悔了吧 不过 这也算是不错的进步了 等完成了剩下的任务 我就陪你回明珠谷 陪你好好地把之前欠下的功课 都给重新补上 等你各方面技艺都练到家了 我再陪你来江湖闯荡 我只是那么一说而已 你现在让我回去 勤学苦练 我觉得我也做不到 现在这屋里 只剩下你我二人了 你告诉老夫实话 昨天夜里 李太医来行刺老夫 你是不是事先就知道 要不然 老夫这屋里 传出这么大的动静 外面巡逻的卫队 为何会 一个都听不见哪 老仲棠 老仲棠 你要是这么说 那可真是冤枉我所额图了 昨天李太医告诉我说 他只是要进你房间来 偷取你的密信 至于为什么你们能动起手来 这就完全没有想到 而且 你是咱们大清第一勇士 你怎么能够让他给刺伤了呢 真是没想到 你别在老夫面前装傻 你阿玛索尼 虽然生前是我敖拜的大敌 但若他今天还活着 就眼下这个局势 他定会暂时放弃前嫌 与老夫联手 共同对外 而你今天却不顾大局 帮着一个来历不明的人 来算计老夫 不 不过 你阿玛在天有灵 定不会大意 欧中堂 李太医跟我说了 他是在偷取密信的时候 被你发现了 所以才不得不刺伤你 才能顺利地脱身 你我都是明白人 这李太医敢来盗取你的密信 那他一定是在奉命行事 如果我要再继续追问他 那岂不是惹祸上身了吗 你糊涂啊 你可知 昨夜老夫已经见到了 安插在反清联盟的密探 这个密探亲口告诉老夫 这个李太医 和李欢他们兄妹二人 就是反清联盟的人 尤其是这个李建青 他的身份更为特殊 他其实就是 我不想听 不想听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 欧中堂 如果你认为你说的是事实 而且还有真凭实据 那你尽可以写一封 给皇上的密哲 如果你觉得不方便见皇上 你交给我 我替你转成给皇上 所额图啊 所额图 你休要在老夫面前 装聋作哑行吗 你明明知道皇上 对老夫积怨破身 现在老夫重罪在身 又因那李氏兄妹二人 协助皇上擒住了老夫 正受皇上恩仇 现在老夫除了那密探所言 并无证据在手 若此时我去举报那 兄妹二人 皇上他 怎可会相信老夫所言 他只会认为老夫 已经串通了密探 是在栽赃陷害对手 是在打击报复 是在打击报复 欧中堂 既然你都不敢跟皇上直言 你凭什么让我去 逆皇上的龙林 你告诉我 你这安得 岂非一世二鸟之心 苏恶徒啊 苏恶徒 你就是个老华头 若不是因为 你和那李氏兄妹二人一样 正受皇上的恩处 你以为我傲拜 今天愿意低声下气地 求你这个政敌吗 我知道你这心里边 也清楚 那李氏兄妹二人可疑 但是你不敢表露分毫 你反而会去讨好他们兄妹 现在老夫 把他们兄妹二人的身份信息 都告诉了你 你就去查证 然后上报给皇上 这是多么大的一件功劳啊 既然话都说到这儿了 欧中堂 我也告诉你 我所恶徒为官 永远只相信一句话 那就是 少管闲事 少说话 闭着眼睛夹着尾巴做人 我现在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 可以安安稳稳地 去伺候皇上 至于别的 我想不了那么多 既然欧中堂身子无碍 那所恶徒告辞了 我大清的精神 早晚会毁在这些小人的手上 大师兄 昨晚你是假意和傲拜 达成了协议 可这傲拜 会不会也是在假意应称你 其实是在另寻时机 另做打算呢 太子 看来我们要尽快改变策略了 不能再留着傲拜牵制康熙 也不能慢慢从傲拜身上 查找奸细是谁 我们必须要尽快除掉傲拜 否则 一旦他想明白了 选择了近世前嫌 真心效忠康熙 那我们 甚至整个联盟 都会很危险 我明白 傲拜必须死 而且越早下手越好 可我的功力和傲拜不相上想 贸然行动的话 我没有十足的把握 这样吧 今天晚上我悄悄溜出宫去 我们两个联手 务必除掉傲拜 好 三叔 本宫倒觉得 这傲拜不像是在挑拨李箭 说不定这李氏兄妹 真的是反清复明的乱当 你还是该帮着她 在皇上面前揭发李氏兄妹 皇后此言差异 那傲拜现在私立逃生 有站稳的脚跟 如果再让她立下大步 那岂不是又成为我们 最大的威胁了吗 更何况 她现在手里并无真凭实据 只有密谈的密报 如果她是实诈的 想利用我们去报复李氏兄妹 而现在皇上 对那李怡欢又兴趣正能之事 那我们岂不是中了她 一时二娘之计吗 三叔说得有道理 就怕那李氏兄妹 真的是乱当 那该如何是好啊 眼下 傲拜才是我们的心腹大患 而李氏兄妹 只是酒夜之急 为今之急 莫不如先联手李氏兄妹 彻底斗狂傲拜 这样我们赫舍李氏 在朝中便再无对手了 至于那李氏兄妹 等将来皇上对李怡欢的兴趣大 我们再除掉她兄妹 也不迟啊 在处理这些事情上 三叔比本宫有见识 一切就听三叔的安排 只是你也要千万留心 这李氏兄妹 别让他们真生出什么事来 是 皇后请放心 我一定会紧紧地叮嘱 李氏兄妹的 怎么这么多守卫 你不是说跟索额图达成默契 把守卫都撤走了吗 索额图是奉制保护傲拜 所以面上的功夫还是要做的 只要我们弄出点动静 这些守卫就会配合地被我们引开 好 皇后 你去引开卫兵 我和太子去杀老拜 知道了 六师傅诸哥哥注意安全 小心 小心 走 你们几个在这儿 你们跟我们追 你们几个在这儿 老爷 老爷 是我们老爷 大力跑 老爷 大胆腰贼 大胆腰贼 滚 老父乃大清第一勇士 快死 厉害老父 我今天要把你们躲成肉酱 李宏 你敢骗老父 这就送你上西天 您是谁 康熙小儿 啊 我就知道 你要来暗算老夫 我啊 你忘了老夫 救了你的爷爷吗 啊 我还替你们爱心绝罗家族 打下了江山 好 看到 康熙小儿 今天老夫 老夫 老夫跟医 同归于尽 我杀 杀 刘师傅 我杀 我看来奥拜真的会死 杀 杀 情况莫妙 撤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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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傲拜 疯了 回太皇太后的话 昨天夜里傲拜 突然发了实行疯 杀了几个护卫和他的侍卫 还差一点杀了自己的姬妾 这个傲拜 疯得还真是时候 走 带朕瞧瞧去 孙人告退 奴才告退 这好好的一个人 怎么说疯就疯了 你们是怎么伺候你们家姥爷的 回皇上 回皇上 老爷自从千环遇刺受了伤 就有些精神恍惚 从而中了太医院的蔡太医来瞧 手势没有大碍 休想几日便能好 可谁承想 从日睡到半夜 老爷突然嚷着说心里躁热 在屋里大汗塌叫 最后就 就是心疯了 好 皇上 林林 你快看看 傲拜患的是什么病 是 中堂大人 把手给我 等 如果 李 我 不 算了 罢罢罢了 被他赶索了 没什么 你可不能азывается 给我 赵敗的 日常起居和饮食 都是由他们 傲拜府的人自行照料的 奴才严格 按照皇上的吩咐 从来都不插手 所以这傲拜 什么时候中了迷魂伞 这奴才完全不知道 翊太医 这傲拜的迷魂伞之毒 有解罗 恕臣无能 解不了此毒 皇上 小心 这样 万一有诈 无妨 中堂大人不仅心神俱失 还元气大伤 以无伤人之力 老伴 你可还认得朕 老伴 这是朕赏你的点心 吃吧 点心 对啊 你不是说你饿了吗 这是朕特意 从御膳房里给你带的 快吃吧 大胆 不好吃 不好吃 我要吃好吃的点心 你去拿吧 可是我听现在的 最好看 你们才能开ина 所以我还能够 冷静 感谢观看 你这道城门 本王一定要钻过去 勇士们跟着本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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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站定了 我们站定城门了 皇上 看来中堂大爷真的疯了 敖拜曾经权倾天下 连朕都要记得三分 纵然被朕打入了天牢 他也是急要不许 如今连那胯下之乳都能忍 看来他是真的疯了 搜通 奴才在 把敖拜的家卷 全部都送到刑部 一个一个室 必须给朕查出这下毒之人 喳 李太医 为什么不把敖拜一下子解决了 这样不必把他毒封了好 一了百了 不是我 不是我 我两次想要去暗杀的 都没能得说 不是你 那还能是谁 难道会是所额图 这件事情太过蹊跷 以后姓氏千万要小心 万不可生长 好 你们就先退下吧 喳 是 敖拜居然中了迷婚伞之毒 可查出是谁下的毒 此事已经交给所额图去查办了 皇上 哀家知道 你极为憎恨敖拜 未免心太急了些 皇总母 敖拜中毒 并非是孙儿下的旨 不是你 那又是谁呢 所额图不是奉旨守卫吗 怎么 还会让人得手 孙儿也觉得此事很蹊跷 会不会是 敖拜当初在侍卫中 就埋伏了奸细 现在看敖拜失了事 就不想再受他的挟持 所以就把敖拜毒封了 敖拜这一封啊 他手上的情报线 可就无处可查了 孙儿 你虽然除了敖拜 从此大权在握 但你身上的担子 实在太重了 不可掉以轻信呢 皇总母请放心 孙儿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又有迫人 请 有 敖拜已封 所以咱们和联盟 暂时都已经安全了 所以我们没有必要 继续追杀敖拜 否则 反而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让康熙怀疑 六师傅说的是 只是敖拜一封 我们查找内奸的线索 又断了 究竟会是谁下的毒呢 敖拜被一大堆家眷蒲层环绕着 外头又有重兵把守 这个人居然还能有下毒的机会 刑部已经调查好几天了 都没有调查出来 敖拜是怎么中的毒 难道 真如李公公所言 是所欧图下的毒 因为出了他也没有别人了 如果真的是所欧图下的毒 那刑部再怎么查 也是不会有结果的 可是所欧图为什么要毒封敖拜呢 你别忘了 所欧图是索尼的儿子 当年索尼和敖拜同为顾命大臣 而人争权夺利十几年 仇怨即失 但所欧图是一个官场老话头 锦小是位 他虽然很想除掉敖拜 但他毕竟身负坚守敖拜的职责 应该不会为了一己私利 而擅自毒害敖拜 佐图 会不会是奉旨下毒呢 龙小弟啊 可是龙小弟为什么会选择 这个时候毒封敖拜呢 我也不清楚 也许康熙是想告诉天下人 敖拜这棵大树 已经完全倒下了 逼着他的手下另寻出路 这样康熙就有可能接手 敖拜执掌的情报网络了 这个不太可能 康熙成死极深 既然忍气吞声跟敖拜谈判了 应该不会这么快 就改变主意出尔反尔 在这些大事上 还是大师兄分析的透彻 你们说毒封敖拜的人 会不会跟调包同侠的人 是一个人 有这个可能 而且这两件事 不一定是一个人 有可能是一伙人 不知这伙人是什么来路 不仅对康熙和敖拜了如指掌 也熟悉我们的状况 甚至还能自由出入这大内深宫 和重兵把守的敖拜府邸 也不知这伙人是敌是友 是友为何不与我们联手 是敌 又为何不向康熙举报我们呢 李公公来了 皇上有旨 我先不知 绝安 丽贫娘娘御书房进届 切身遵旨 我先不知 公公 您是不是听错了 皇上从未在白天 宣丽贫去过御书房 只会让我去御书房 比莫伺候的 师叔姑娘 您说笑了 老奴虽然上了几岁年纪 可这耳朵 还不背 皇上 确实是宣丽贫娘娘金剑 对 李公公 那您可知道 皇上宣丽贫去御书房 所为何事啊 皇上在御书房 批阅奏章 突然间脸色大变 拍案而起 然后就在御书房里走来走去 过了好一阵子才平静下来 然后就命奴才来宣丽贫娘娘 丽贫娘娘 随老奴去吧 好